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都好嗎?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是 這個永鋒的必備卡 搭配永鋒大戶卡 居然可以讓你的退休金滾出30萬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其實不是標題殺人 而是我經過仔細的計算之後 發現真的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 大家一定要來看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利用這兩張信用卡可以讓你有機會 為你自己加薪30萬 退休金的話可以多存一點 這是很難得很難得的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 趕快來聽聽到底要怎麼做 今天這個影片的困難度 四顆星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我所有影片裡面 算是很複雜的東西 因為畢竟他有講到一些外匯 還有就是跟投資有關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呢 是對這不太不了解的 我非常建議你就是 你先來看一下我的文章 先了解一下這個 永鋒必備卡 到底是怎麼樣的產品 然後應該要怎麼去使用 怎麼去申請 其實我在這篇文章裡面 都有很詳細的解釋 請你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先掃碼好不好 先了解一下這張信用卡 那麼我們再往下去看影片 你比較不會想像中的那麼的痛苦 或只有枯燥這樣子 來 那還是一開始 我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必備卡的這個特點 有四個優勢 請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是 它是雙幣卡 它也是終生免年費 這個是很特別的一點 待會我會介紹 第二個是 卡會懂會超位最高9%回饋 怎麼一回事等等來講 第三個重點是換會也是有優惠的 第四個 每人接力的活動 排告加碼0.7% 這個也是目前必備卡 所有的四個優勢 請你們一定要特別去注意 這個部分 往下走 第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什麼是必備卡 就是 事實上它就是上上面寫 它就是所謂的雙幣卡 那寶可夢其實在 以前任何的 這個所謂的貼文裡面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其實不推薦雙幣卡 就算它的卡面再怎麼漂亮 我也不推 原因就是因為 太複雜了 所以 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理解這樣子的產品 所以我覺得 你光是要去解釋這個東西 就已經有點累了 然後你還要再去 注意相關的匯率什麼的 其實對於一般人來講 它不是一個好操作的商品 你一定要對外匯有相當程度的理解 你來使用會比較好 那我為什麼現在來推這個永鋒必備卡 就是因為它實在是太會 回饋太棒了 太優惠了 所以你不拿來使用的話 真的是非常可惜 也經過我的計算之後發現說 其實你是有機會可以拿到超額報酬的 好嗎 所以這張卡片請你一定要把握 多多來了解 你就會知道這個到底怎麼A好康 這個必備卡的意思其實像市面上的意思 就是說它其實是雙幣卡 是永鋒銀行推出來的產品 那麼你必須要有 你的帳上要有相對應的外幣等值的這個金額 才能夠進行扣款 那這邊寫到美元日元或者是歐元其實都可以 好 所以你必須以外幣帳戶來這個 所謂的自動扣交外幣的帳款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問題是說 那如果我的外幣帳戶你運的錢不夠怎麼辦 然後這個不用擔心你在簽信用卡和這個 申請條約的時候都有寫了 當你的外幣金額不足的時候 他們其實會扣你的台幣金額轉成 外幣來扣款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會有違約的問題 基本上你刷了多少你就是一定要繳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也是因為它比較複雜 所以有時候我就不太推薦 所以你們還是要自己花時間去理解這個產品 覺得適合自己的再拿來使用 好嗎 再來這個永鋒必備卡 其實你可以看到我後面這邊有介紹 就是我自己手邊也有這三張卡片 其實我個人都還蠻喜歡的 因為它的那個卡面其實我覺得都還不錯 所以你自己本身如果有 有在follow我自己的IG 寶可夢的IG的部分 其實你會發現其實我都有曬過卡面 所以你可以就是在IG上面打那個 Saving money for good 你就可以找到我了 那麼上面都有最新最漂亮的照片 來跟大家分享 包括我這邊寫的 這邊的這張照片其實也是 就是我在IG上面拍的 所以有三個不同的匹別 美元日元跟歐元 看你自己的需求來申請 那我自己是三張卡片都申請下來了 畢竟它終身免年費嘛 不拿白不拿 那你在它的官網的條款下面 你就可以發現它這邊有寫到 你如果是使用行動或是電子帳單的部分 他們你就是終身免年費 所以這個非常推薦 推薦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的持有成本非常的低 你甚至不刷 你不理它 你也不會被收年費 只是時間到了 到期要換卡而已 或者是你帳户消失的時候 你卡片其實就會失效 除了在這幾個特殊的情況之下 你這個卡片是可以長期 而且持續的持有的 是非常不錯 比如說像玉山的 它那個日元雙幣卡 它就其實要有一定的 額度的消費 或者是要放等值的 某個程度的外幣在帳上 你才可以便免年收年費 所以在與之相比之下的話 其實永豐的這個外幣卡 必備卡呢 其實相對而言就是比較親民不少 至少它是免年費的 就提供大家參考 第二個亮點就是 刷卡到底有什麼權益 這邊你可以看到就是有 卡會、董會、超會三種 最高9%怎麼算呢 其實卡會就是你卡片辦下來 什麼事情都沒做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拿到就是國內1%海外2% 然後保費1.2% 就這樣子 不是3%講錯了 那最高就2% 那我覺得這個 在一般的國內信用卡刷卡 消費回饋裡面 就覺得還好 那重點是第二個 當你有做這個台幣的 8萬塊等值的外幣換匯的話 你可以拿到這個所謂的 國內2%海外3% 就是它有給你加1%上去 每個月上限1500 除此之外呢 另外一個亮點就是 它有一個國外消費 或者是行動支付 給你加碼5% 上限500 上限600 所以你就是一個月刷12000左右 可以封頂 所以這個部分我個人覺得 就很不錯了 因為一般而言的話 像你那個Apple Pay啊 Google Pay這個 都不太有什麼額外的回饋 所以我覺得 這張卡片有這個額外的加碼 對於大家來說是非常不錯 那你只要被保8萬塊 在這個帳上就好 就還好 那最厲害的就是所謂的超會 超會的部分的話 它給你的回饋是 國內3%海外4% 這個數字也是 超乎我們想像的高了 這個還蠻難得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地來 就是 就是 來使用這個優惠 因為這個優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結束嗎 所以你只要有20萬台幣等值的 這個金額來換匯成外幣 好比如說換成美金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這個所謂的 國外5%的加碼之外 就是國內3% 海外4% 345的回饋 真的算是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東西 其實也是根植於 就是 呃剛剛講到的這個必備卡的回饋 呃 卡會董會超會 然後來做這個所謂的 呃介紹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你真的有這個資金 而且你放20萬 並且轉換成外幣之後呢 你拿到的超額回饋 就是所謂的9%的外幣的回饋 就可以幫你放大你的資產 有多厲害 在下半階段跟你講 先往下看 好這個接下來的部分的話呢 哦有一個你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這個卡會董會跟超會 它有一個所謂的 你要完成這個指定任務 完成指定任務的部分 我剛剛有講過了 但是我這邊再跟大家做一個清楚的解釋 好 它這邊有兩個兩個格子 第一個格子就是你要有電子帳單 或行動帳單 好這個是 你要免連費就一定要綁的嘛 所以這沒差好就一定有了 第二個就是 呃帳戶扣角 好那 你要用外幣卡 你怎麼可能沒有帳戶扣角呢 所以這很簡單也符合規則了 甚至你有大戶數位帳戶 也可以拿大戶數位帳戶 來做這個參與活動 也很不錯 那麼第二點的話呢 就是說你要有這個所謂的 單筆匯款的金額達到8萬或20萬 這就是你第一次做的時候就要做到了 那麼你第一個月就會符合資格 那第二個月的部分 你只要帳上的這個外幣的錢 都一直存在的話 其實你就不會失去資格 那麼你就可以越來越符合資格 等於是他用這個錢 把你綁在他們這個 永鋒的這個金融體系裡面 有一點阿咋 但是也還好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 基本上就照著做就好了 那第三個他是講說你要去買那個保險嗎 我覺得好麻煩喔 零貴投保欸 這個你就不要去解第三個任務了 你就第一個任務 第二個任務解到 你就可以月月去爽拿這個9%回饋 這是最簡單的 再來第三點呢 就是你如果是外幣卡 當然要有外幣回饋啊 外幣的回饋是什麼 就是讓你有外幣換匯的讓分優惠 這個讓分優惠的話 雖然可能不是市場上最好的 但是或多或少對你來說 也是可以有一點就是 減低會損的這個程度啦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比如說這個美金嘛 讓三分日幣0.06分 歐元6分 人民幣0.63分 港幣0.9分 這都是大家可以去參考的部分 提供給大家確認一下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下一個階段就是第四個特點 每人接力排告加碼0.78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在文章裡面 有非常完整的介紹了 也歡迎你趕快找前面的QR Code 回去看寶可夢寫文章 你就會知道這個活動要怎麼參加了 非常簡單 那其實就是把你的定存方案分成四個階段 每三個月可以挑下一個階段 那你可以在階段轉換的時候選擇不要續存 那就回到你的貨存這樣子 那你的這個所謂的定存利率的這個利息 不會被打折 但是每三個月要換一次 那基本上我覺得你不用管它 你就是錢就一直放著 然後放一點就對了 那明年有什麼活動 明年再說 那你如果這樣參加的話 現在目前0.5 再加上0.78 就可以來到了大概1.28左右 所以就還不錯 但他每一季都會去調整他的這個 活除定存利率 那你就是要再去看一下這個 到底哪一個比較適不適合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活動也是讓你來搭配 你的這個外幣的活除 因為外幣活除 絕對是低於大戶的這個1.1%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錢 就是有一個出口來做這個轉換 不管是綁著做定存怎樣 都是比你放活存還要好 所以第四個活動我覺得也很重要 你要自己去研究一下 然後看怎麼參加活動 其實我的文章都有寫的 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接下來要講到我們的重點了 到底要怎麼靠必備卡來做投資 那答案非常簡單就是 來看一下我後面這一支 有沒有很可愛的這個 這就是我們的eToro 好不好 eToro就是我們的解答 那其實在市議院上 有很多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外匯交易商 那這個部分的話 eToro是其中之一 那它比較特別就是 它可以信用卡刷卡入境 所以你可以拿到信用卡的回饋 但也可以就是進行投資 這是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但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把錢匯進去 但你匯進去就拿不到信用卡 來回饋了 匯款來做投資也是很ok的 那包括TDMaryTrade 或者是FirstTrade 其實也都是有提供這所謂的 匯款投資的這個券商交易的功能 eToro也有 但是它還多了一個刷卡入境的功能 可以讓你來搭配 我們的大戶現金回饋預期卡 跟我們的必備卡 讓你可以拿到更高的回饋 到底怎麼拿呢 現在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來往下走 來看一下這個第二個popoint 入境eToro的話 用這兩張卡片 你就可以拿到額外的回饋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必備卡的話 最高是加碼9% 刷卡上限是12000每個月 那我們的大戶現金回饋預期卡 最高3% 3加5是8 刷卡上限12000 也是一樣 所以你只要這個 比如說必備卡刷12000 然後大戶卡刷12000 每個月這樣除的話 等於是 你每一個月的儲 儲蓄金額就是24000 然後一年下來就是接近30萬 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 這個所謂的資產投資的方式 那接下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你每個月如果用這兩張卡片 來投資eToro 你到底可以省下多少 這個問題大家一定很好奇 那我也是因為有這樣子的問號 所以我就特別的去做了計算 來看一下 這邊有看到 如果你每個月刷400美金 相當於12000台幣的話 你在必備卡部分 你會被收取1.5%交易手續費 這是難免的 然後呢 你可以拿到的是9%的回饋金 這樣換算下來大概就是1080元 同樣的同理可證 永豐大戶也是一樣 刷12000 然後會被收1.5%手續費180元 那麼你的回饋是960 好 所以這樣算下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其實你一個月投資24000 然後扣掉這個2040 再減360的話 你可以拿到回饋率 現在是1680左右 其實也不低耶 來看一下如果你這樣子投資一年 你可以就是省下多少錢 這邊有算過 一年下來你總共可以省下 總投資額是28萬8 然後你的刷卡回饋 是省下的20160 這其實還蠻驚人的 居然省了2萬塊 你光是只是單純用這兩張卡片 進行刷卡 你投資金額30萬 但是你卻省2% 省2萬塊錢 這樣算下來大概是多少呢 這邊有一個答案 還蠻令人覺得很熟悉的數字 20160除以28800 你可以拿到的是7%的回饋率 省下7% 你不覺得7%這個數字很熟悉嗎 我們這兩個月 這兩個禮拜 一直在跟大家聊的就是 你怎麼財務自由 以全球市場的報酬率來講的話 大概就7% 就是這個數字 所以你根本不用去投付利 你光是用這張卡片 你每個月都可以省下7% 這是還蠻驚人的 那接下來我要幫大家做一個計算 就是說 你如果在你的投資前呢 你省下7% 在你投資的忠誠呢 你賺到了7%的負利 你每個 每一年投入的28.8萬呢 到底 負利10年之後會得到多少 下面已經跟你算出答案了 就是412萬元 還蠻驚人的 我們一直都在跟大家聊一個事情 就是說 小資主到底要存到多少錢 你才可以安然的退休 以72法則來算的話呢 7%的回規率 72除以7 大概就是10年左右 你的本金會翻一倍 所以28.8萬的話 其實你放10年 大概它會變成50幾萬 但是如果你每年都投28.8萬 每年都一直投進去的話呢 其實10年之後 你拿到的不會只是 就是一倍50幾萬而已 你可以拿到的是接近500萬 就是410幾萬 所以我覺得你再多努力一個存個 是一年兩年變成第11年 第12年之後退休 其實你就可以存到500萬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負利的練習 你用這個數字 你去網路上面去找那個相關的程式 你去把它帶進去算 你就可以算出這樣的結果 所以這也是我非常建議大家 就是你可以利用這些數字 然後去讓加強你自己對 這個所謂負利的敏銳度 那現在問題來了就是 投資前的話 永豐的信用卡 大戶跟必備卡 幫你省下7% 這7%如果你也把它丟進去 到底這10年之內 會產生怎樣的效果 我們來算一下 把你省下的7% 持續的投入 每個月投入的是 不止24,000 而是24,000加1680 就是25680元 那你一年投入的是 308,160 你的308,160 將在10年之後成長為 答案出來了 441萬 所以這個前後相差的話 差了將近30萬 你只是多投 1680元進去而已 就是你的大戶 跟你的這個必備卡的錢 都投進去 回饋率投進去 7-8回饋率投進去 居然10年之後 可以幫你滾出 30萬的退休金 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不要 完全不要小看你這個 所謂負利的威力 別小看永豐必備卡 也別小看永豐大戶卡 你只要達到最高的等級 而且 每一個月都去做這件事情 10年之後 你可以多賺30萬 這個就是全世界 這所謂的報酬 可以帶給你的這個好康 所以 也就是跟大家講說 其實你要航向財富自由 真的沒有很困難 你重點是 你要持之以恒的 持續的去做投資 好 而且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使用信用卡 把信用卡給你的回饋率 全部都把它丟進去 那麼 是有可能放大你的資產的 那接下來 你可能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這個信用卡 它不是一年就會換一次優惠 它會不會三年之後 就把它改叉了 所以 就老話一句 現在有優惠 就現在趕快收割 現在就是趕快撸羊毛 好不好 割韭菜割一下好不好 那將來的話 到底怎麼樣 那將來再說 說不定會有更厲害的神卡出來 當然我們是希望 就是永豐可以繼續撑下去 但它如果撑不下去 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換 其他的信用卡來使用 重點是 你要持之以恒的存錢 你才有可能邁向 真正的財富自由 好 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歡迎你趕快 下面按一個訂閱 好不好 小鈴鐺打開 最新的理財知識 才會送到你的門口 好 那 喜歡的話記得分享出去 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